火焕山位于南投县与花莲县的交界 是台湾最具雪景盛名的高山 这里除了桑雪之外 日出以及云海 也都是出了名的美 云雾在山林中选得虚无缥缈 分不清它到底是云还是雾 晨曦日出生起的那一刹那 总是带给人一种重生的感觉 蔚蓝的天空 印着银白色的雪景 真不枉费我们千辛万苦的 冒着大风雪来到这里 今天的大冒险家 就要带您去一堆雪地风光 带给您一连串的雪地出体验 欢迎加入今天的白色冒险之旅 我们从台北往宜兰的方向出发 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雪的我 兴奋的随着音乐摇了起来 此时此刻心中虽然兴奋不已 但总觉得天后以及路况 该是我们此行最大的障碍所在 出现了状况 就在前面的转角 我们看到满地的碎玻璃 原来是一株车祸现场 加油 加油 我找一张 也会有西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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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对吧 稍微 稍微 稍微放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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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 钢子过来 金骨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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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是绳子都可以往 它慢慢地 滚着 慢慢地 本来要去哪里 牙口 那我这边有沙骨跟牙 对对对 现在只是血 来来 来来来 等一下 叫他来那边躺着 对 让他拉躺着 先把这边好 先把这绳子 有 有 我已经把它盖一下 位置 够渣吧 这个椅子怎么弄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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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药来了 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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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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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动 现在药没有用 好 好 要给它止血 要不要稍微 稍微倒高一点 他那边有枕 他那边有枕 够高 把蛇打蛇打蛇 打蛇打蛇 要把他压住 最主要是他这个洞子 要把他压住 好一点没有喔 眉毛上来自己的地方 好一点喔 好一点 你们好一点 好一点喔 有没有 你们好一点 可以 他是不是喝酒醉 有 或是酒醉 小心 有 有,有在動,有在動 坐起來,坐起來,讓它坐起來 讓它坐起來,幫我讓它坐起來 來,好 讓方口高於心盪 老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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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老公,你先下去 先把他抱過來,抱過來,坐好,讓他坐好 讓他坐好,坐好 對 老公,要去給你留 阿傑,來一下 通了,通了 通了,通了 喂 喂 喂 要找誰 小芬 小芬在嗎 喂,請問小芬在嗎 有 好 好 我跟你講齁 我跟你講,那個 等一下,你爸爸要跟你講話 我跟你講齁 我跟你講齁 我跟你講,你爸爸齁 我什麼城啊 我剛好經過那個公路旁邊齁 你,我經過那個公路旁邊 你爸爸齁 開車 那個車子齁 發生事故啦 你爸爸跟你媽媽都在這裡 你媽媽也有一點受傷 然後我們在這邊等救護車 你爸爸叫 一直打電話聯絡你不上 他叫你去宜蘭 他叫你去宜蘭 叫你先去宜蘭,他要打電話給你 我跟那個手機快開了 喂 可能在叫 可能在叫 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 再打一次你跟他講一下 你說我這手機齁 你先去宜蘭 你等一下要去宜蘭 送他去宜蘭 送他去宜蘭 喂,我跟你講齁 喂 喂 喂,小芬 你爸爸啦 你不要跟你爸爸講話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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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芬 小芬 小芬啦 小芬 我是爸爸 你開車 快點 小芬 好 小芬 好 對啊 等一下 先等我 好 沒有,我跟你說齁 我們沒有辦法再等救護車來 沒關係 你們在這邊 在這邊照顧他們一下 辛苦你們齁 那救護車來 你去幫我們照顧一下 好 好 辛苦,辛苦 那我們先走了 謝謝你幫助我們原住民 你們 走到南二要小心點 看那邊就開始 結算了 也在下雪 哪裡 南山 南山 南山下來就開始游了 四季過去就開始 都在路面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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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是霜 霜 霜霜過去就是開始有一點雪了 鴨頭那邊才很大 這樣子 鴨頭到梨山那邊 現在到梨山大概還有多久時間 到梨山差不多在 如果你們開快要五十分鐘 慢慢的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那我慢慢開啦 開慢一點 謝謝大哥 謝謝 謝謝你 讓他問一下我們那個同幫 好,謝謝你 你照顧一下 謝謝你 幫我們原住民 謝謝你 開慢一點 慢慢開喔 我們千萬記住 安全最重要 慢慢開 安全最重要 OK 好,我們上路了 大夥幫忙處理完了 車禍現場之後 我們又繼續往目的地 河環山出發 五十之後 我們到達了南山村 就如剛才那位原住民 朋友所說 南山村已經開始下雪了 翔哥 下雪了 對啊 這邊才南山耶 對啊 你上面還有60公里 那上面已經 不知道要下得多大 好漂亮喔 翔哥 那下雪 待會路況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 慢慢開 今天應該還不至於 要上鏈條 應該還不至於 但是就怕 倒泥山那邊 沒關係 我們沿路開 我們沿路小心開 要看狀況怎麼樣 好 那我們去 我們先去裡面吃飯 我們先吃飯好了 好 裡面吃飯 沃很濃很濃 上面很沃很濃啊 你們剛從上面下來 沒有剛下來了 等一下 那個 那上面有沒有下雞雪 沒有 它上面在那個 從資源那邊 開始就是 有 有 有薄雪啦 薄薄的雪 對 薄薄的雪 在路邊兩旁 對 那中間 那中間有 但是滿危險的 它就是 我們剛下的時候是 開始有點有水這樣 怕會結冰 結了冰 多久以前是 差不多 就是 差不多一個小時以前左右吧 那用車上去會不會有危險 蛤 最好是不要 因為它 你們再上去沒多久 就遇到一個貪方 有貪方 對 就貪方 貪方 貪方以後 再來就是 全都是靠你們那邊 就全都是落實的 都是你們上去都靠右邊都落實 那我沒有辦法上去 是可以啦 但是你們比盤比較低 這比較危險 你的車 你那個 那口山還怎麼辦 那如果我今天要到黎山很危險 很 勸你們是不要 不要去 上面真的是很 很 那個 就算又下霜 你看我們車子啊 它雨刷 刷到就刷不乾淨了 是嗎 變成冰塊了 變成冰塊了 對啊 都結成冰塊了 那那就是都要白天這樣子 對 你一定要 最好是白天 那這中間 有沒有什麼可以住的地方嗎 這邊啊 這邊可以住啊 這一間就有住宿啦 如果說我們先上去 如果說不行我們再回來 好 上去 最好是明天上去 因為齁 你們就是要迴轉可能也 也很難迴轉 對對對 路很閃 對 路真的是不寬 剛去上去回來 我們今晚啊 從河灣山下來了 那天我也不叫你啊 在北投啊 真的啊 河灣山那邊 現在很滑啊 很滑啊 很危險 很多 你們這種車千萬不要上河灣山喔 很多很多都吊在那裡 真的喔 我們今天也站了一家子人一下 對啊 通吊吊 那我們吃了 謝謝 那我們先吃飯了 再研究 吃飯 唉 管他什麼道路貪方 什麼落實不斷 人家說吃飯飯肚大 有什麼天大的事 也要等吃飽了 有精神了 再來傷腦筋吧 像在這樣的天氣裡 人是一頓香噴噴的飯 喝幾碗熱騰騰的湯 僅僅是人生一大樂事 等吃飽了 再來向村民打聽一下吧 真的是血耶 他說是今年 這二十年來第一次下雪吧 真的 真的喔 二十年來 你看這 這三十年來 三十年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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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下雪 那趕快拍照 趕快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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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是台東的阿米社 這個死的 對 台東同鄉的啦 來 南港同鄉 靠近一點 靠近一點 來 來 來 OK 謝謝 阿米 你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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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實話 今天有這種機會來講 等南山村來 我在這邊 台東人來 我帶來瑞學 分飛 說的也是 今天一定豐收 明年一定大豐收 大家都賺大錢 謝謝 你也一樣 你剛才是從那邊上來 還是上面上 我們要上去 這麼厚了 其實上面已經這麼厚了 牙口 牙口 那我們的車不能上去了 可能會稍微打滑 打滑 我看我們待會 我們工作人員先聯的 我們先把車 先帶上去看一下情況 我們先開那個 吉普車去 對 然後如果可以 回來我們再上去 好不好 原來這是南山村 二十年來第一次下雪 實話說得好 瑞雪照豐眠 希望在千禧年裡 大家都能平安賺大錢 雖然冷 但大家的心是熱的 今年的聖誕節 可說是名符 其實的SILVER CHRISTMAS 這白雪紛飛 小孩子們手無主導的樣子 聖誕節的氣氛 真的是越來越濃了 各位 這雪好像小一點 這樣 那我們應該上去看一看 上去看一下 剛剛聽到那邊 有客人講說 那邊好像有貨池 那邊好像有貨池 對 最主要是那個落子跟曲旋 狀況不是 這樣應該不是很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 那時間的關係 如果說今天晚上可以上去 我們就上去 不能的話我們就回來 好不好 好 其他人喔 先在這邊休息一下 等我們 那我們先上去 等一下你小心開啊 OK come on 這個霧很大耶 對啊 鞋也不小了 前面有路障耶 等一下看 是不是灯光 灯光 灯光就在這裡 開啪啦 開啪啦 慢一點喔 可以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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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接到一通救兵傳來的消息 就是大同鄉的鄉民代表高先生 將與我們會合 一同勘察路況 然後再決定今晚是否要繼續攻散核歡山 等一下等一下 輪路是變白的 哎呀 上面有結霜啊 結冰 對對對 我們先去看一下 這個 蠻厚的 蛤 你看結一層冰耶 是冰耶 我們的四輪驅動可以過喔 其他的 其他的車怎麼過啊 公程車不能過啊 這裡就這樣了 剛剛山東那邊 工程車可以過來 可是這個地方喔 不行 我們沒有加鐵電 對啊 我覺得因為 這怎麼辦 這會滑 蛤 我看 我折回去啊 我嘴巴都凍掉了 蛤 還要折回去嗎 我是安全自上 我覺得 蛤 明天早上喔 他們過來清掉 他們 因為我剛剛問過他們說 明天早上在八 七點八點 他們會有人來清 清掉之後 我們上去會比較 OK 好不好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就上來 這上面這麼厚 對啊 這裡都已經這樣 你看我們才上來多久啊 真的是 蛤 好可怕 哇 這整 整道橋面都是 都是出了一層冰耶 這怎麼辦 蛤 蛤 果然千民 做流量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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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剛有看到霧邊那個 好溫暖,好溫暖 好像太亞洲的家,還有火爐 到天才會用 我們南山這個地方差不多愛家愛戶多餘 好像是為了下雪準備 多久以前有下過雪 差不多是民國75年的時候 75年 現在八九十三年 運氣很好 一直到你,一直到你 差不多這麼厚左右 這麼高 差不多連續差不多 下了差不多一個禮拜左右 這一次來會不會是下一個月 你們來嗎 我一來就下雪,這是我帶來的 這是你們帶來的福氣 我們的禮物不得摳走 那你要一直在這邊 一直到聖誕節 我也希望 對啦 快電話 爸爸 不要怕 喂 原來這通電話就是高先生的妹夫打來的 說因為那部借給朋友的四輪傳動車 由於風雪過大,導致視線不良 掉落在四眼崖口附近的路邊水溝 在掛上電話之後 我們討論了一下 就律科出發,全區一看究竟了 好,來 走 好,來 來,坐上車 來 看哪裡,這裡啊 對 沈哥,你好像在溜冰耶 很滑耶 沒有,也一滑 我倒下來了嘛 我倒下來了 這個樹倒下來了 你這樣倒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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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它這個一定是雪 太重了 這個雪太重了 這個雪太重了 牙脈附在 這兩步縱在一起啊 它都滑下去了 對啊 這很嚴重的 天啊,我們明天怎麼辦啊 這沒有辦法抬上來 沒有辦法抬 抬不動的啦 太深了,沒有辦法 哇,它連這個四成四的都沒有辦法了 對啊,沒有辦法了 哇,那怎麼辦 我們明天怎麼上山 那人不曉得有沒有怎麼樣 蠻殘忍的 蠻殘忍的 不行 你爹要 他這個開的那個人是怎麼樣的呢 他是跟我妹夫借的 是啊 不熟悉 第一個一定是這邊的路 不熟悉 然後再來就是他車子性能 不行 不了解 哇,說太冷了 這裡的零度了喔 我們這邊才上來沒多久了 他應該是超多那零下一兩度 那個速度也太重 垮下來對不對 一定是這個樣子 不然的話 難怪那個 那個車子過來 他沒有辦法抬住嘛 沒有 那地上都是那個硬邦邦的 都通通都結冰了 一扎車兩下 通通都結冰了 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因為啊 前面那一部交車 如果說掉的話 你這個後面車子 也不可能說 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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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堆的 對啊 奇怪 看到警察 他說 來不及了 這個太滑了 馬上就滑下去了 哇 不是老實騎喔 你看看 車裡面的人呢 我們要不要先去找車子裡面的人 應該是在那個什麼 應該是在那個拍住所 還是到環山那個親戚家裡 往那很遠 對啊 五點 我們這邊有沒有辦法拉嗎 沒有辦法拉 你讓你看 debrief一下 commissioner 怕回不來 青 我們現在 怕回不來 你就家下山 把他下山 因為他們有些擔心我 好好 我看這個狀況上去會更慘 還有慢一點喔 然後明天早上 我們再過來這邊 看看你這個辦法的時候 到底要怎麼拉 怎麼。。。 你們要救它 對,好恐怖喔 要不要我們已經咬在半路就完蛋了 對對對,這次我們拍攝的行程 好,我們先上車好了 這樹太重了,難怪 你看整個都空心的 都實心的 這個樹葉本來是樹枝 難怪喔 這整個樹都壓垮了 壓倒了,你看 超重 都是啊 超重量型 要不要拿一顆 一刷下來都是這樣,它整個都 那是香蕉 你看,那都漂亮 我整隻的這樣 哇,真的是壯觀耶,你看 哇,這一次 這樣的 台灣這一次真的很遜色 很嚴重耶 難得了 難得了 很少 很少發生這種情緒 那個很奇怪 喔喔,不要煩香蕉 不要再煩了,幾公了 你們來啊 才有這個機會 還很甜耶 很忍耶 不要不要 不要 不要 神哥你又來了 原來 我也吃一個,看看好不好吃 現在已經冷了,受不了了 還吃啊 要帶一點那個糖 很乾淨耶 天山血水 嗯 代表 有甜喔 對 太甜太甜啦 要吃吧 我們攝影師 我不要 我不要 來吧 我去給他們 我不要 我們帶回去給他們 我不要 可以啊 我們等一下 我就拿那一根大的 我們過來要上面 我們帶回家 好不好 好 我們等一下來的時候 哇 我的 小心喔 你還要黏在那個上面 走 走 走 可以了 到前面去 還是救人 救人 到前面去 我們攻上和灣山的計畫 具體安全的考量 只要等到明天天亮之後 再說囉 一到早起來 天空還拍著 整理好裝備之後 大家就準備繼續前往下一站 觀宜山莊 謝謝你 提過我們一輛車子 好 我們要上去了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哈 這個是我最大的榮幸 我聽說那個什麼 山上那邊 會被的那個什麼 路面積雪 你看 而且還聽說說 為什麼車子好幾步 大滑的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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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主要就是 祝你們看 一路順風 快快樂樂的車子 平平安安的回來 好不好 我等你 明天呢 好啦 好 好 好 到那裡上車了 好 在卸過香袋之後 我們前往下一站 觀宜山莊 林目的地 事實上還有一段距離 積雪加上濃霧 使我們的車型 一路緩慢了下來 前面發生什麼事啊 車子在那邊 它那邊好像應該是 它在綁一個船 繩子有沒有 在綁繩子 因為我們剛過來的時候 已經有滑了 哇 這蠻嚴重的耶 幫我這邊去看一下 馬上要找一趟 你要去到 走到喇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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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走到喇唷 走到喇唷 走到喇唷 以後走到喇唷 禍走到喇唷 走到喇唷 走到喇唷 har開便 走到喇唷 雪加將 有力端 我來偷錢看一次 對啊 你現在要去嗎? 有,完整 現在大家都在用 後練就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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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鞋馬好了 滑齁 你穿那個鞋子可能比較滑,我穿那個釘子的 滑齁 我們那個車過不去 這輪子這樣過去一定會滑 哇,那蠻嚴重的 這鞋鞋是蠻厚的 這車怎麼走 你搞不夠的你為什麼穿這種鞋 都不講意思啊 你怕我們都穿這種 你真的是搞不夠的 可是我看,我們現在只有在那邊等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去 因為原本上去可以借鐵鏈 但因為還沒上去就翻那種狀況 我們先去 我們要跟他們一樣啦 請教他們一下怎麼綁 綁繩子 我去換個繩子來 那搞快吧 一把弄不弄到 那我們準備上路了 這綁繩子要有什麼訣竅 綁繩子喔 對 那有什麼訣竅 綁一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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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得老就好了 綁一綁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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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 不需要 綁 你們要跳那個吉普 吉普人啊 去綁一綁 來 不要不要不要 我們這樣子連 連接這樣 不要等那個繩子啊 好 好強喔 來 幫忙一下 來 幫忙一下 來 這一個個結 打得緊緊的 牢牢的 OK 搞定 來 來 大家上路了 你來卡 你看看 好漂亮喔 也就是 風跟雪的關係 好漂亮喔 你知道他覺得 我為什麼會 我都找這個方向 那個風從這邊吹過來啊 他血是慢慢讓累積 累積來一圈 對對對 那個累積了很久耶 變成雪花有沒有 帥喔 好漂亮喔 好像那個旗子 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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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什麼 好厲害喔 好厲害喔 哇 我們在那裡做紀念 好 等一下 我們在那裡做紀念 補取之後 我們通過了四元牙口 官員的雪景 真是美極了 久聞官員雲海的大名 今天真的很期待 可以親眼目睹到 哇 好漂亮的雲海喔 真的好壯觀喔 這雲海 對 這裡是哪裡啊 這裡是官員啊 官員 官員雲海 嗯 名不虛傳 真的是 哇 這一輩子看到 這個不簡單喔 這雲海的行程 你知道嗎 不瞭解 它是一個水去的行程嘛 你知道嗎 它可能是跟那個水 那個那個 那個比較重一點 那個雲 這個雲的質量比較重 它不會往上 它一直往下沉 這雲比較肥 不過等一下問專家 對啊 我們要去找專家 哇 這個在天黑之前能看到這個 就 就不簡單啦 運氣真的很好 不過有點冷 超冷 哇 講到人 我們這邊也站太久了 不能再耽誤太多時間 我們不是還要去那個 呃 官吟山莊齁 去找那個 阿土專家 喔 雪地專家 那時候不找 我們趕快上去吧 啊土 OK Come on Let's go 哈囉 阿龍 不好意思 DELAY一下 中間拍一點東西 阿土 阿虎 阿土 阿虎 阿土 紅洋國土 好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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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官吟山莊 我們馬上坐下來 進行討論的工作 順便請教他們 許多雪地裡會碰到的狀況 以及應注意的事項 這山區裡 一旦太陽下山之後 幾乎馬上會降到零度以下 於我們到達官吟山莊的時間 已經很晚了 不適合再進行任何活動 於是阿土建議我們 先把裝備卸下 等休息一晚之後 明天一早早 再起來去看日出 長哥 幫你介紹一下 我們對面的山頭 那一座山 屏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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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盛產黃金 真的啊 但是不能開採 因為它屬於國家公園內 然後一些如果會開採的話 會就是破壞整個生育這樣 但是你每天這樣面對著那個金山銀山 那些看有接不敢的見 看看就好 看看就好 可以 後面那個呢 後面那個白白那一座 那一座是齊萊北風 就上次 前幾天那個 有五個學生在那邊 山難 發生了 直升機從山山把他救下來 對 然後他後面 最後面那一座 那是齊萊主峰 也是白白 齊萊主峰 對 那一座 齊萊山 是在台灣 好像是知名度最高的 對 它出視力最高 對 出視力最高 黑色齊萊山 對 齊萊北風 你如果 下雪去登峰 你就會發風 亂爬 不好玩的 那很危險 主要是他經常會產生雲霧 哦 視線會變化就對了 對 好冷 我們趕快進去 先進去 太冷了 快接近零度了 入月之後 看到窗外的月亮 分外的明亮 他是本世紀末 最後一次月圓 Goodbye 1999 準備 你們剛剛看了模擬 我們這一路拍下來的內容 你覺得有沒有什麼 要提出來的檢討 其實畫面的部分是OK 那這兩天也因為出了很多的狀況 我們拍到 跟我們這次的主題 有很大很大的關係 對 這個就是天助我 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次滿珍貴的一次經驗 所以還感謝這次突如其來的風雪 這麼嚴重 所以你這個都要記起來 有沒有記起來 有 我寫在任務的機上 你回去我們就 跟那個 寫歐一寫 好 跟他提一下 好 沒有問題 那你待會兒 你會算一下 你抓一下時間夠不夠 時間到目前為止夠 只要明天 不要再出這種狀況 我想我們這次任務就可以OK 對 我是擔心 如果是我們延遲的話 我們沒有辦法明天在半夜之庭 趕到花蓮 這問題也很托大 對啊 所以大家拜路邊加把勁好不好 OK OK 來 欸 好左 阿倫 那我還沒睡啊 對啊 來開個小會 我剛才聽說你們明天半夜要趕到花蓮 對啊 沒辦法 行開一台 我們這裡就沒到 你不覺得今天很冷嗎 對啊 你去哪裡 這外面 哇 外面我們比這邊冷嗎 當然是應該冷嗎 喔 兩度還好 OK 怎麼樣 零下兩度 零下兩度 會結冰的 會結冰 對 你知道不知道今天 外面有一個非常亮的月亮 怎樣 130多年來喔 最亮的一次 啊 我剛剛 我有看到那個新聞的霸道 對 對 我知道 哈哈 今天喔 今天是那個好像是 前幾年最後一次月圓 對 那我們如果說明天的行程 主要是我們預定要是看日出的話 大概是要 最好是四點半你們就要請床 四點半 對 然後五點要出 一般是幾點 通常現在差不多六點左右 天會開始亮 然後日出是六點二十幾分左右 喔 那我們這次要到哪個地方去看日出 其實上面的話 看起來的話 大一點上去一點就可以了 大一點上去一點就可以了 大一點上去一點 我們可以先過去那邊等 差不多多久的時間 呃 十來分鐘就到了 那是OK的啦 對 十來分鐘 那我明天 因為現在明下兩度 那明天 明天我想 去看日出一定很冷嘛 那我們的服裝會說 這一些 好像 要有什麼特殊的東西啊 基本上 因為我大概看一下你們裝備 其實我覺得你們裝備不是很齊全 所以把自己包緊比較重要 就是包緊了 密封包緊就對了 來 鼻孔要露氣 我聽說 玉涵還有一個小小的秘方 穿絲襪 這個 不是說很清楚 但是 有沒有試過 沒試過耶 有沒有看 耶 真的有效耶 真的耶 腰部一下 腰部一下 對啊 明天差不多四點半就要起床 所以你們要早點睡 然後本身 因為這邊天氣很冷 然後要好入睡的話 最好是就入睡前 先去熱一下手跟腳 去沖一下熱水 這樣晚上會比較好睡 要你們可能要趁一兩點 半夜一兩點才會睡得著 這才是正確的方法 謝謝 不客氣 對啊 我們明天就早上見 那我們熄燈 OK 記得起床 OK 你要不要來叫我們 好 阿祖哥 不好意思耶 那麼早就幫你挖起來 叫帶我們去挖 看是出 不會啦 其實這種時間 對我還是滿適應的 對你們比較難受一點 對啊 那你在這邊服務多久了 一年半多了 那你看過不少日出啦 還好啦 因為本身平常在服務遊客 比較少時間 偶爾只是抽空的時候去看看 一般什麼 你講到遊客 一般遊客來看日出 都選到什麼時候的比較多 其實一年四季都有 只是說 以冬天來講 它天氣上比較穩定 天氣比較穩定 對它天氣好的時候會比較穩定 那我問你喔 那夏天看日出的時間 跟那個冬天看日出的時間 也不一樣 差很多 差一個小時多 夏天的時候 五點 五點左右 就日出了 然後冬天要等到 六點半左右 對 剛剛我們出來的時候 你有沒有看一下 你看溫度幾幾度 現在溫度是 零下三度半左右 零下三度半 那我等一下看日出的時間 那個地方呢 那個地方應該會再往下降個兩度 唉唷 那意思是說 差不多零下一度囉 呃 不是 零下五度 喔 零下五度啊 那我已經 得了是不是得了那個高山症 腦 可能被它冬江了 你知道嗎 對 大家等一下 注意一點 上面會比較輕人 對 上面會比較冷 對 聊了一會兒之後 我們就即將到達看日出的地方 這時候 腦海裡不斷地想像 太陽出來的那一剎那 會有多麼的壯觀 別擔心 等一下就知道了喔 唉唷 有沒有 冷吧 這個風很大的 對啊 但是為了看日出應該值得啊 這邊差不多零下四度左右 四度喔 對 那一般人看日出都來這裡啊 呃 冬天的話這個角度還算不錯 這個現在幾點 6.5分了 快來快來 再撐一下 再撐一下就出來了 再撐一下 對 等一下那個太陽會從哪一邊出來 從那邊山邊那一邊 圓圓突起來還是 那尖尖的地方 尖尖在那裡 尖尖那個地方 對 好 越來越清楚了 對 快上來了 快上來了 對 哇好漂亮的雲海 等待是漫長的 此刻的心情 是既興奮又期待 要一夜壯觀了 對啊千塊亮了 待會就崩出來了 哇我期待的陽光 第一道陽光 馬上就照耀著你 等著等著 最後日出 他終於給我等到了 他終於給我等到了 出來了 出來了 哇 看著金色的陽光 小小的從山的那一頭冒出來 滿刺眼的 有一點 對啊 有一點給他咪咪眼 哇 光光的 金光萬道 對啊 真的是不一樣 對 山上的太陽 光山的日出 終於讓我看到了 對啊 值得值得值得 來 待會就繼續我們下一步的行程 對啊 看完日出 對啊 這一站也算是結束了 對啊 你不覺得太陽出來溫暖多了 已經交代了 已經完成了 對啊 接下來接受更嚴酷的挑戰 好 準備走 跟太陽 跟太陽說聲 再見 謝謝 拜拜 我爸在山上 看完了這輩子最感動的日出 我們往下一個目的地出發 準備接受更艱難的挑戰 就是要政府十門山 在這個寒風赤谷的 腿耳當中 你終於把這個日出看完 對啊 對啊 然後接下來是要到上面十門山那邊 去走一下雪地 對 對 我覺得看完日出 你看 有沒有風一吹 我臉好痛 對 我那個防護油 好痛 為什麼這樣 因為在冬天的話 冬天 因為天氣很冷 容易凍傷 然後再過來另外一個 你要考量就是說 在高山上它指外線比較強 指外線比較強的結果就是說 你容易曬傷 對 所以在河灣山上 你冬天容易 有這種情況 凍傷 曬傷一起發生 一個冷 一個熱 太熱 它就會曬傷 它太冷 就會凍傷 對 算是因為太熱的話 它主要是指外線在照射 你會變曬傷 你在山上沒有感覺 但是你一下山你會很受不了 唉唷 這樣出來我們人的皮膚是很脆弱的 對啊 肌膚體是風吹雨打日曬雨 那像一般遊客要上山 要先注意一下 什麼 帶一些什麼 東西來保護自己 像你本身皮膚的話 因為你冬天 所以很冷 你全身都會抱緊緊的 而會曝曬的地方 就是整個臉部 你最好是就 那些 潤液啊 或者是說 防曬油 主要防曬油是防那些指外線 然後你還要戴墨鏡 乳液就是 滋潤整個皮膚 那邊開車上 開到這個河岸山這裡 有哪幾個地方 最容易 最容易出狀況 以現在來講的話 現在上去的話 差不多大概39K的地方 它是一個轉彎 然後今天有點上坡 然後它本身 太陽不容易照到 它路面上都會結冰 然後旁邊會有積雪 然後車子最怕的是結冰 結冰啊 對 容易打滑 變成你普通轎車的話 不太好上去 你本身 除非就這台車四輪傳動 四輪傳動比較好帶 那你就是 加一些鐵鏈 雪鏈那些的 會比較好上去 雖然麻煩一點 可是喔 還是要一定要做到 對不對 對 而且最怕的是那些遊客 在中間打滑的時候 硬是要上去 那很容易發生一些事故 等一下 那前面那個車子好像出狀況了 有沒有 前面那裡 有有有 打滑了 它前輪打滑了 你先拔滑一下 我們先拔滑 先拔滑 我看它前輪打滑了 對 好 這個要翻 這邊要四輪的 你先拔滑 加鐵鏈 這邊總會結冰 這下面都是冰 真的 對啊 因為這本身 太陽從這邊上來 它只有短暫的 差不多10點到12點之間 會照得到太陽 之後 39K嘛 對 你講的 然後它本身 太陽一過了以後 它溫度又是在零下 所以它路面剛剛融的雪 變成水的那些馬上又結冰了 難怪 這個地方就是 惡名昭章的39K 經常 尤其叫車會表在這邊 然後發生事故這樣 你們鐵鏈都已經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鐵鏈新買的 還沒用過 特定位這次來開巡 用的嘛 買的嘛 對 那加一個輪子 還是加兩個輪子 年後還是 四個輪子都要加 四個輪子都有 應該這個前輪帶動 應該前輪 這個是在三下買 還是你們在三下 自己準備好了 自己準備好了 我三下沒有賣的 沒有 你們從那個 你們從哪裡來的 台北 從在台北就已經買好了 這個不是人家那個養狗那個 對 狗鏈喔 對 狗鏈 用狗鏈就是 這理想 它不是說很大 辛苦了 下坡應該比較沒有問題 其實下坡的話 你只要速度慢 然後用低速打 慢慢的下來 絕對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速度快的話 它問題比上坡還嚴重 真的 因為你下來的速度 很快 很快的變一打滑的話 你 只有選擇撞三臂 撞三臂 往三臂撞就對了 對 你絕對 因為旁邊這邊是一邊三臂 一邊是懸崖 你第一個 直覺反應一定要撞三臂 因為撞三臂基本上 還好 受損力會比較小 從這裡下來的話 對 撞三臂剛好 不是撞三臂剛好 就是說萬一真的 看到狀況 只是方向往左打 對 本身你在打翻向盤的時候 你要右偏 右偏的話它會往左滑 不是往左 往這邊偏 往這邊偏會往這邊滑 因為你剛好輪胎 打滑的方向 那等一下卡棒 你等一下示範一下 敢不敢 我們等一下就在這裡 開一下實地操作一下 如果有數是看誰 開一下 能上去就上去 上不去就 我們再想辦法 你太開的時候 開速度保持在十幾 但是也不要太快 不能太慢 千萬不要停下來 停下來你就上不去了 然後再過來 就跟前面的車子保持距離 因為怕它前面打滑 打滑你下來 一下來你又來不及 退車你也會撞到力氣 所以這距離要保持好 好 待開車的時候小心一點 然後記得方向盤 不要打得太快 順順地打 OK 好 開始 加油 加油 好 阿魯哥 我們來到百岳的門口了 對啊 這條路 看一下後面這條 這條就是往石門山的登山口 石門山 對 石門山在我們登山界的知名度怎麼樣 其實算滿高的 對 那有面子 有面子 不過這是比較容易的擺月 還3200多公尺 對 然後 所以挑這個就是因為雪地中間 讓我們走得比較輕鬆一點 不要有危險性 聽到沒有 像我們製作節目起來比較輕鬆一點 我們等一下注意什麼 注意的話就是說 因為你看 這本身路面中間都會結冰 我才走的時候盡量不要去踩到那裡 我們盡量跟土的地方踩 這樣比較 踩土的地方就對了 對對對 OK 好 我們上去吧 我們現在就上去 不要去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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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鹅灣山雖然不是台灣唯一會下雪的地方 卻是我們下雪第一個會想到的地方 為什麼呢? 大概是這裡的雪不一樣吧? 不行的話 你不妨也來看一看 越是接近風頂 風壓越來越強 在強風吹起下 大夥只能低著頭 彎著腰慢慢前進 越是接近風頂 風壓就越來越強 在強風的吹起下 大夥只能低著頭 彎著腰慢慢前進 短短十步的距離 往往要花上老半天的時間 真是苦啊 在雪地中行走真是步步驚苦 一個不小心就會陷在雪坑當中 要把那個 踩下去的動用快一點 哦 哎呦來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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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 啊 阿獨棍 你確定這裡是海拔三千公尺 對啊對啊 為什麼都吸不到空氣 因為在高山上海氧量比較低 然後所以你本身吸不到氧氣 然後本身又很冷 所以你會覺得很喘 那我怎麼辦 怎麼樣控制我們東西啊 就是說你在走路的時候 調氣的問題 如果真的很喘先休息 然後深呼一口氣 然後讓心臟跳慢一點 然後比較沒有那麼喘的時候 再繼續往前慢慢的走 我都能一直清明氣 眼光鼻 鼻動心 很難 多吸幾口 這裡的空氣很新鮮的 這邊一片白茫茫 都黑掉了 太辛苦了 來看一下 你走到多高 那邊 哪裡 這邊 四分三 三千兩百一十公尺 三千兩百啊 這整趟白色冒險之旅 真是一波三者 一路來的冰雪結霜 使得上山的路顯得艱難疲累 大冒險家不畏險境 征服高山 使今天的任務又畫下完美的句點 在林烈赤國的寒風中 仿佛聽到聲音告訴我 我終於做到了 《間地雙人》 《間地雙人》 是粉World 反正也有